诗篇 第131篇 真相断过奶的孩子 以色列呀 你当仰望耶和华 从今时直到永远 诗篇 第132篇 耶和华呀 求你纪念大魏所受的一切苦难 他怎样向耶和华启示 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 说 我避不进我的帐幕 也不上我的床榻 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 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 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 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 我们听说约贵在依法他 我们在激烈耶林就寻见了 我们要进他的居所 在他脚凳前下拜 耶和华呀 求你兴起 和你有能力的约贵 同入安息之所 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 愿你的圣民欢呼 求你因你仆人大魏的缘故 不要厌弃 不要厌弃你的受高者 说 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 我要住在这里 因为是我所愿意的 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 使其中的穷人饱足 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 圣民大声欢呼 我要叫大魏的脚在那里发声 我为我的受高者预备明灯 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 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 诗篇第133篇 看啊 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这好比那贵重的油 浇在亚伦的头上 留到胡须 又留到他的衣襟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 降在西安山 因为在那里 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诗篇 第134篇 耶和华的仆人 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 你们当称颂耶和华 你们当向圣所举手 称颂耶和华 远造天地的耶和华 从西安赐福给你们 诗篇 第135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的仆人 站在耶和华殿中 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 你们要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本为善 要歌颂他的名 因为这是美好的 耶和华 拣选雅各归自己 拣选以色列 特做自己的子民 原来我知道 耶和华为大 也知道 我们的主 超乎万神之上 耶和华在天上 在地下 在海中 在一切的深处 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 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 灶殿随雨而闪 从府库中带出风来 他将埃及投生的 连人带牲畜都击杀了 埃及呀 他施行神迹骑士 在你当中 在法老和他一切 臣仆身上 他击杀许多的民 又杀戮大能的王 就是亚摩利王西红 和巴山王厄 并迦南一切的国王 将他们的地 赏赐他的百姓 以色列为业 耶和华呀 你的名存到永远 耶和华呀 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 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深渊 为他的仆人后悔 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 是人手所造的 有口却不能言 有眼却不能看 有耳却不能听 口中也没有气息 造他的要和他一样 反靠他的也要如此 以色列家呀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亚伦家呀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利未家呀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敬畏耶和华的 要称颂耶和华 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 该从西安寿称颂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 第136篇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独行大骑士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铺地在水椅上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造成大光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日透管白昼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月亮星宿管黑夜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人 从他们中间出来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施展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绑壁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分裂红海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 推翻在红海里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引导自己的民 行走旷野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杀戮有名的君王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红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又杀巴山王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将他们的地 赐他的百姓为业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就是赐他的仆人 以色列为业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诗篇第137篇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向西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 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坐乐 说 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 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 我若忘记你 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记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堂 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 以东人说 拆毁 拆毁 直拆到根基 耶和华呀 求你纪念这仇 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 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 那人便为有福 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 那人便为有福 诗篇 第138篇 我要一心称谢你 在诸神面前歌颂你 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 为你的慈爱和诚实 称赞你的名 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 过于你所应许的 我呼求的日子 你就应允我 鼓励我 使我心里有能力 耶和华呀 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 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 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 因耶和华大有荣耀 耶和华虽高 仍看顾低微的人 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 我虽行在患难中 你必将我救活 我的仇敌发怒 你必伸手抵挡他们 你的右手也必救我 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 耶和华呀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求你不要离弱你手所造的 诗篇 第139天 耶和华华 耶和华呀 你已经见察我 认识我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 我躺卧 你都细查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呀 我舌头上的话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你在我前后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这样的知识奇妙 是我不能测的 至高 是我不能急的 我往哪里去 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 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 你在那里 我若在阴间下榻 你也在那里 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 飞到海极居住 就是在那里 你的手必引导我 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我若说 黑暗必定遮蔽我 我周围的亮光 必成为黑夜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 使你不见 黑夜却如白昼发亮 黑暗和光明 在你看都是一样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你已复辟我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 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我若数点 比海沙更多 我睡醒的时候 仍和你同在 神啊 你必要杀戮恶人 所以你们耗留人血的 离开我去吧 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 你的仇敌也忘称你的名 依和华呀 恨恶你的 我岂不恨恶他们吗 攻击你的 我岂不增贤他们吗 我切切地恨恶他们 以他们为仇敌 神啊 求你见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诗篇 第140篇 耶和华呀 求你拯救我脱离凶恶的人 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 他们心中图谋奸恶 常常聚集要征战 他们是舌头尖利如舌 嘴里有毁舌的毒气 耶和华呀 求你拯救我脱离恶人的手 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 他们图谋推我跌倒 骄傲人为我暗设网络和绳索 他们在路旁铺下网 设下圈套 我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神 耶和华呀 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 主耶和华 我救恩的力量啊 在征战的日子 你遮蔽了我的头 耶和华呀 求你不要碎恶人的心愿 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 恐怕他们自高 至于那些昂首围困窝的人 愿他们嘴唇的奸恶陷害自己 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 愿他们被丢在火中 抛在深坑里不能再起来 所恶言的人在地上必坚立不住 祸患必掠取强暴的人将他打倒 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申愿 必为穷乏人便去 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 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